这也是这部片子宣传的一个点 什么意思呢 12年前 2004年 这个清华大学呀 热功能的这么一个戏里头 有个学生 退学了 他退学之后呢 在家里做个梦 说梦着自己呀 就是碰一条鱼 这鱼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大腿都没边 他就把这想法呢 说这样做成动画得多漂亮 就跟自个儿一个师弟 是清华美院的装潢系的师弟 俩人凑到一块 说咱俩 根据这个显环 做个动画片 是在网上有认识几个 自动大合的朋友 也是所谓闪刻板当心 我们都不认识他 没有见过 是在网上来写作的 我其实当时我在成都 在里边做一项 原画动画的工作 比如说我这边 做一种动作 那就发给他 他就把我们整个作品里边合 我们那个时候没钱 但是我们在论坛上 配音的社团里面 发征集的时候 大家都很踊跃地 来参与这些东西 苏国人一起聊 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把这个片子做成了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 七分多钟的动画短片 在2004年把它放到网上来 这个就是大鱼海棠的前身 当时网上有很多动漫迷 追本了 这太漂亮了 这想象力太好了 这两人是谁呢 就是这个片子的两个导演 一个叫梁璇 一个叫张春 这片子的导演 他俩当时觉得 网上这么多 这一天 这点是什么 这道路 我现在ру指 我我看我 我自己先说 这些女性 我看他 这些闻 都不可能 这才能交代 这应该对 就算是什么 这些闻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我还记得有个女孩她说她想用50万的价格来支持我 价格不是因为应该是就是由我来支配的 然后我有跟她说过这件事情 然后也没有反对吧 集资了大概众筹了158万 可是我们也值158万 拍东华建议依然不好干啥 所以一直到2013年光线传媒愿意投资 这样大于海长才立项 到今天7月8号才上映 今天终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希望大家能希望 大于海长 大于海长 所以你算是从2004年那个短片出来 一直到现在 12年过去了 所以很多人说 赴你12年前之约 把这个当做一个很主要一个卖点